好 那么有很多朋友的要求来聊聊张艺这个演员 张艺呢 我得这么说 演技上你说他有没有达到像梁朝伟 梁家辉 这个李雪剑这种风神级别呢 这个倒还没有 但是就他目前所拿到的这个荣誉而言的话呢 我还是得说绝对实之名归 因为你要在现在的这一批中间演员当中去找一找比一比的话 那张艺就是佼佼者嘛 演员分两类 一类是天才型演员 一类是秦峰型演员 张艺呢 天赋是有一些的 但总体呢还算是这个秦峰型演员 这个你在早期看他的一些表演像《士兵都鸡》啊 《我的团长》《我的团》 就这种电影的时候 这种电视剧的时候你就知道 就这个演员又还不错 会演戏的 东北出生的这个演员呢 通常这个语言上表演上呢 天然是有一些优势的 还是他这个声音条件也不错嘛 一度还要当播音员的 但他的这个天赋呢 其实基本也就仅限于此了 再高我们再早期真也看不出来了 因为你就这么比好了 你看张艺早期演的一些角色呢 他再怎么努力 再怎么能够给你带去表演上的这个享受啊 总也比不上李雪剑 王志文 李宝田 这些演员在他们年轻的时候 给我们带来的这个冲击力吧 这是真正的老西谷 这是真正的天赋型演员 就感觉一出生就跟演戏一样 一出道就是老西谷了 这就是天赋 那个程度张艺是没有的 那么这个时候有个问题就显得很重要了 毕竟是天才的这个演员少 多的是那些勤奋型演员嘛 那么如果说你是一个勤奋型演员 想要跟天才演员去PK 最终晋升演员名人堂的话 你得靠什么呢 那通常就只有一条路啊 那就是得付出比同行努力十倍 百倍乃至千倍的变态级的努力嘛 而且的话呢 还得把这个身体给养好 持续的保持拼命 钻研 完了并且能够保证一定的这个电影产量嘛 那么最后总能够熬出头的 总能够独领风骚一段时间 你看像那个郭富城就是走这条路的典型啊 自从浪漫音话之后 就开始投入到这个表演了 考虑到转型了 完了到了这个05年开始呢 开窍了 那又持续发力了5年 05年到10年 5年时间搞出了像什么三叉口啊 父子啊 踏雪寻梅啊 这样的这个电影嘛 金像奖连装影帝 金马奖连装影帝 金马奖连续拿了两件 然后金像奖一件嘛 对不对 郭富城有没有天赋 有一点的 但终归呢不是天赋型演员 对不对 但是他就是靠近乎疯狂的努力 豁得出去 最后逆袭出来了吗 愣是杀出了一条血路吗 当然你要论疯狂的话 你说张艺 输不输给郭富城 不输给他 而甚至他完全不输给 现在任何一位华语片演员 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 就疫情期间 剧组不都停工吗 他也居家待夜 等等剧组通知 那么他在居家待着的时候呢 他每天晚上啊 半夜里面就会起床去跑步 后来人问他 你这是干嘛呢 他说我要调整自己的这个生物钟 让自己在半夜的时候呢 能够兴奋起来 因为到时候咱们这个剧组开工的时候 由于疫情啊 肯定是经常要拍夜戏的 那么我现在把这个生物钟调整好了 就可以确保呢 自己到时候在半夜的时候 有一个最佳的精神状态嘛 你看看 就这么一个细节 实际上就反映了 这个人真的是有多么的看重表演这个事情啊 说本来就是个细痴 细皮天大 一点都不为过的 而且他不光是实践啊 他还总结啊 他还搞理论啊 平时我还老在那个知乎当中看到他的 看到在那里写一些电影评论 探讨一些电影话题 完了你去采访他 聊电影 你也能够明显的感觉出来 他对于表演啊 已经形成了自己的一道非常全面的方法论了 那么通常来说呢 就是当自己的这个实践跟理论两个方面都很懂 都成为专家的时候 人多多少少是容易骄傲的 或者说容易懈怠的 但是他呢 极其的谦逊 而且还越来越努力了呢 而且这个人很好合作 张艺谋就曾经讲过这么一句话嘛 他说张艺这样的演员哈 没有导演是不喜欢跟他合作的 一个是戏好 导演想要的这个效果 他都能给你给到嘛 二一个呢 就是他没有这个那个 他很好配合 是不是啊 所以说这个事情到最后就形成了一种良性循环 张艺越是好 好导演呢 就越容易找上他 好导演找上他 去找他拍大片呢 那就容易得奖嘛 越得奖的话 他就越有机会有这个片子拍 完了的话呢 他这个演技呢 就是能够在这个 跟不同的这个导演 跟不同好的这个艺术作品的 魔力的过程当中呢 滚滚向前嘛 就这么一回事情嘛 那么你说启动这个良性循环呢 原始推动力在哪里呢 那不就是张艺的这一股近乎偏执的拼劲 跟努力吗 或者说咱再往生了说 那不就是这个演员 对于这一门艺术的尊重 跟热爱吗 对吧 张艺每次得奖啊 都很谦虚的 感谢这个感谢那个 说这个是我的荣幸啊 但咱说句实话 在目前这么一个喧嚣冒进的娱乐时代啊 还能有你这么一个张艺啊 这何尝不也是这个演艺界的荣幸呢 对不对 所以说张艺你不用谦虚 你的这个荣誉呢 实至名贵 对吧 那不知道大家对张艺这个演员 有什么样的这个感想啊 欢迎大家点赞关注 谢谢评论 我是大白 下期百话天下 再聊 好